有勇气做自己,让世界看见你 就在今天,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我们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主题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有八分钟的时间来彼此探讨一个主题 相互的成长 就在今天,我们今天要跟你谈的一个主题 叫做缺点 有一位网友啊,他本身呢,是参加我的线上课程 这个线上课程呢,是什么课程呢? 这个线上课程是 是一个叫做,我们讲叫做 什么讲的,网上互动课程 我听过好几次,他做什么事情呢?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中文不好 所以我出现在镜头面前呢,有很多的一些状况 所以我听了以后,我蛮有感觉的 今天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啊 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这个主题叫做缺点 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我们有了这个缺点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去做好一件事情 你觉得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都没有缺点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缺点就不能够完成一件事情吗?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啊?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缺点 很可能就变成我们的优点呢? 是的,非常欢迎你来到 就在今天第六集 罗斯宏欢迎,Janice欢迎,Janet欢迎光临 是,我们今天就来谈就在 今天,就在今天的缺点 好,我刚刚提过了一个 他的状态是什么呢? 他的状态就是,他认为他有缺点 所以不能够完事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如何把缺点变成我们的所谓的卖点 一个人在中文讲的不好的情况之下 如果面对镜头,他不能够影响别人 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一种想法 因为影响别人呢,有一个叫做7-3-8-5-5 他的问题只是在38,可是还有55,还有7%呢 他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 哎呀,是的,Janet说 优点同时也是缺点 相对的,缺点也是优点 Fanny欢迎光临 好,所以既然38的话 我们就不要让他变成我们的阻碍 我跟你分享一个例子吧 在今天这个案例里面呢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个人亲身的例子 就是我如何把缺点变成我的卖点 画成一个优点来进行的一个部分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讲中文课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缺点变成优点的例子 那如果你是看直播或者是不太方便 或者是你看重播也好 那你方便的时候你再留言 那把你的缺点变成优点的例子 跟大家做分享 哎呀,谢谢你们的点赞 哇,这个几个人在这个地方拼命的点赞 目前已经有20个点赞 还有19、20个爱心 谢谢你们的鼓励 是 好,我抬一抬我的例子 我的例子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曾经被邀请去讲英文课 也许你知道我是在中文市场 活跃比较活跃的 可是要去讲英文课的话 在马来西亚 其实讲英文课的部分呢 还是有这个市场的 所以怎么办呢 那么我想说总要 总要去什么呢 总要去见见什么呢 见见市场嘛 不一样的一个市场 所以当我第一次去讲中文课的时候 现场有好几百人 你猜猜好几百人的话 我真的是 哇,一直非常的发抖 真的非常的紧张 34个点赞 76个爱心 哎呀,谢谢你们这么热情的帮我分享 顺便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课程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一个分享 觉得有一些朋友呢 他可能一直在他的缺点方面呢 可能无法突破的话 麻烦你可以转发 tag他 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任何社群 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团体 好,我们继续的讲下去 那么我在讲英文课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当时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我采取三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呢 跟你分享就是承认 承认他 承认就不用坚持了 你有没有发现到当我们越想隐瞒我们的缺点的时候 我们越隐瞒越要坚持越压力越大 是来是不是 我上台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 那么我就讲说 其实我今天来讲这个英文课程呢 其实也是我的第一次来 也许你听起来我的英文程度不是很好 所以我当时呢 我就直接讲我的英文不好 因为毕竟他听了5秒10秒30秒 他就知道我的英文程度大概是怎么样嘛 因为那个是英文的课程嘛 所以那怎么办呢 后来 我当我讲完这个以后 我就把英文呢分为什么呢 五级 怎么样分为五级呢 我就分为超好 很好 然后好 一般跟很差 我分为这五级 当我分了五级以后 我就调查了 我说现场的朋友 你们觉得你们的英文程度是什么呢 是great,excellent,good,so,so,还是poor 这五个级 那大部分一调查起来以后呢 我就知道了 然后我就跟大家讲 I want to be honest with you my english is poor,poor 就是我是第四级啊 就是说一般啊 其他80%都比我好嘞 那我后来就问一个问题了 我这个问题一问了 我就做到第二点 第一点我就是说承认对不对 第二点就是我将缺点转换成我的卖点 我怎么做呢 我说80%你们的英文都比我好 so,so 我是我是so,so 你的80%都比我好 可是为什么是我站在台上 而不是各位你站在台上呢 原来站在台上 舞台不是属于那些有能力的人 而是有勇气的人 我就这样子讲 是不是我就把我的缺点变成我的卖点 你在听我这样子讲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以你无关 凡是你的缺点都变成你的卖点 比如说你的英文不好 你就问他 我英文不好 为什么来敢找你 或者是你出镜的时候 你说你觉得样子普通 你说我的样子很普通 可是为什么我敢出镜呢 你就把这只大象 就是大象 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 如果有一只大象的话 你不要隐藏 直接公租于是 那么就没事了 你承认他就不用这样坚持 然后把卖点转成 把缺点转成卖点 是吧 然后我就自圆取说 换句话说 第三个就是自圆取说 可是自圆取说了以后要注意 不是赖皮哦 不是说我是自圆取说 然后就得过且过 不是赖皮 而是来不及改善 不是赖皮 而是来不及改善 四名下午好 哇 Janet你帮我tag那么多人啊 谢谢你 还有哥布 还有 哇 谢谢你啊 孙永宏 好久不见 也帮我tag很多朋友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的 谢谢各位的支持 所以你看哦 当我们要促进 或者是面对镜头想话 我是在教别人 面对镜头讲话的嘛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来参加我这个课程 我最近有一个课程 叫做简单又很重要的 专业促进原则 会告诉你十个 促进的原则 让你怎样呢 能够掌握好促进 不是我们的样子不能看 而是我们对自己的信心 在哪里 是舞台不是属于 有能力的人 而是属于有勇气的人 相对的促进 也是不是属于 有能力的人 而是有胆量的人 好吗 如果你的朋友 想要参与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画面 截屏送给他 因为他可以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付款 是的 好的 我就继续讲下去了 你看资源渠说 对不对 第三个我就讲资源渠说 我们不是赖皮 而是来不及改善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边做边学边调 就是这样子 边做边学边调整 然后慢慢去改善 市场不会等我们的 我们不是要准备好好才出发 我们的缺点永远没有办法 有的缺点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善的 它有的时候是什么呢 它有的时候是要边做边学边调 慢慢才能够调整 因为时间 它需要时间的慢慢的潜移默化 好了 今天我最后要送你的是什么 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最后我要送你的一个部分 是什么东西呢 最后我要送你的一个一句话 这句话在下面 我们所有的缺点不是缺点 而是什么 而是我们的特点 而这个特点 透过我们的话术 透过我们的自信 透过我们的勇气 可以变成什么呢 卖点 今天八分钟的时间 请问你学到什么 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欢迎继续的帮我 Tag朋友 待会你还Tag朋友 点赞分享 或者是订阅这个频道 那每天我在这个地方 都有八分钟的时间 跟你做这方面的一个分享 每天推进一点点 人生就会不一样 好了 我们明天见 我是直播精灵 有勇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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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